- 還沒有書桌,我們就繼續這樣錄吧 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因為一起讀 這歷史照片看起來就非常的可愛 你看到照片上有三隻熊 一隻小熊抱著這個人的腿 哇賽,有這麼親密喔 北極熊我記得是會攻擊性很強的生物呢? 但是這個熊似乎從這個人手上拿了一罐什麼東西呢? 竟然是煉乳 哇,所以曾經俄羅斯的軍人 他們會把煉乳餵給北極熊 這實在太屌了 太屌了,很可愛的照片 另外這邊的,這個好像是從一個坦克車 上面也是把煉乳餵下去這樣子給他 所以我們讀一下這裡說什麼 所以說A Soviet soldier A Soviet就是俄國啦這樣子 Feeding Condensed Milk to a Polar Bear 所以Condensed Milk就是煉乳 OK 事實上Condense這個字有時候我們在氣象學裡面會理解為凝結 像水蒸氣凝結成水珠然後變成玉 這樣降下來我們就說這是冷空氣 或者說空氣裡的水蒸氣 Condensed成了液態的形狀這樣子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煉乳會用凝結這個字來當作他的英文名字 所以為了Condensed Milk to a Polar Bear 所以為了Condensed Milk to a Polar Bear 所以這個照片是在他們一個很日常會進行的一個軍事方面的Expedition 所以這個照片是在他們一個很日常會進行的一個軍事方面的Expedition 那事實上有這麼一個動詞叫做這樣子 那看起來像是Expedition的這個名詞的動詞 不過意思不太一樣 這個發音是Expedite 那這個Expedite是加速的意思 我都沒記錯的話 OK 好anyway 來 那他在這個叫什麼 Chucky Chucky 不太確定怎麼唸 Peninsular倒是我沒有認識的一個字 Peninsular 那Peninsular是什麼東西呢 半島 所以這邊這個Chucky Peninsula 恰奇半島 那半島 所以我們今天就順便講一下一下一些可能在托福亞斯會看到 地理學上或者是地質學上的一個字 就是像半島或者其他的一些相關的字 我們知道島這個字大概是蠻熟悉的 因為我們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島 那是Island L-A-N-D 那他的發音是Island Island 那他的S是不發音的 所以這個念作Island 那我們也知道有一個字叫做雨啊 那個雨的意思我這邊有稍微找一下下 就是一個土字旁啊不山字旁 然後右邊是一個我與你一起的那個雨 所以像大雨山的那個雨好像是 所以這個雨呢其實也是小島對吧 那這個小島呢他的發音叫做Islet 那他的拼音是Islet 所以他同樣也是Is開頭 只是他的S也是不發音 所以一個是Island 小一點的就是Islet 我們事實上也講過這個好多次 只要Let結尾的字都是小小什麼什麼東西 就像我常說小熊維尼的那個 好朋友粉紅的那隻小豬就叫做Piglet 它也是Let結尾 OK 小水滴叫Droplet 所以Islet 小島這樣子 那再來呢 剛剛看到的Penitsula沒問題 還有一個就叫做群島 那群島叫做Archipelago 比較長的一個字 Archipelago 反正都記一下 這四個字都有可能出現在 剛剛說的托福亞斯的一些那種 地質學啦地理學相相關的題目裡面 好所以他們總是在這一個什麼 Chukchi Peninsula這邊 這樣1950年拍出來的 好然後呢 他們甚至不確定在那個半島上 熊的人數是不是比人數還要多 So it isn't sure if the Chukchi Peninsula has more people or white bears OK 然後再下一段 soldiers would open such a tin with a tin opener and then give the can to the bear who licked all the milk from tin and then feed the little bears with it 所以他們就會打開這樣的一個罐頭 那這個罐頭我們通常理解為 它是用錫去做成的 就是那個金銀銅鐵錫的錫 所以那個錫的英文就叫做Tin Tin Tin 所以他們就會打開這個Tin Can 用一個Tin Opener 反正就是開罐器 然後就把這個Can呢 這個Can就是罐子啦 就這他的習慣給了這個熊 然後他就會把裡面的Milk全部填光光 然後再餵他們的小吃的這樣子 這一段再讀一次 soldiers would open such a tin with a tin opener and then give the can to the bear who licked all the milk from tin and then feed her little bears with it Alright 好 最後一段把它讀完 the climate is very severe and sometimes weather can be so fierce in winter that the temperature falls 40 degrees Celsius below zero so that bears and their cubs start starving and freezing 所以在那邊的天氣非常的糟糕 總之甚至有可能是低於零下40度以下 哇 很可怕 OK 所以說反正他們生存也很困難 所以他們會starve 會餓 甚至會凍這樣子 零下40度是不是比北極還冷 我也不知道 好 所以總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照片 看起來還蠻暖心的 OK 人類竟然可以跟北極熊共存 好啦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